责任司机还是一直在喊说要射进航区进航区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并没有理会 但是他有动作 他说我们军援加码 武器加码送 送了像防空反装甲这个武器 还有9000套的反装甲系统啊 以及这个榴弹发射器 这些轻型武器啊 最主要是还有呢 可以踩这个自杀式攻击的无人机 所以这个武器呢算是越送越精良 那会越送越好 可是呢就是不射进航区 那一直源源不断的送武器 然后军援呢8亿美元 也是不断的加码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亮哥 其实看清楚了是美国不想停战吧 也就是说乌克兰你不能投降 你给我撑着 我会在后面推你一把帮你一把 这个其实有两个方面啦 第一个是美国昨天 拜登就决定要提供10亿美元的军援嘛 那今天立刻公布的一个项目是100架战斗无人机 那可是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主要还是俄罗斯那六个诉求 乌克兰很难回应啦 我举例啊比如说 第一个叫做不加入北约 那这个乌克兰已经愿意了 可是他说中立化 中立化条款应该写入宪法 那俄罗斯就建议说你就比照奥地利嘛 那奥地利的宪法第九条就这样写啊 亮哥可是昨天的15点协议其中是说基辅中立 所以基辅中立乌克兰也不要 基辅中立就是乌克兰中立 政权中立的意思 那奥地利宪法的写法是不加入军事联盟 然后不能让外国设基地 那这两点事实上乌克兰也同意 可是他就认为说我总要有一个安全保证 因为他毕竟就在俄罗斯旁边嘛 结果俄罗斯就说我可以提供安全保证 可是他是要欧美签安全保证吧 当然是啊 这不是请车车的 所以就当场就有人建议说 那是不是请美国或英国或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在黑海下面 作为安全保证 俄罗斯反对 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说美国不希望战争停止了 而是那很多方案的讨论并不容易了 那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 这个比较容易 这个没有问题 那还有一条叫做去军事化 去军事化的实际的内涵应该是说 你必须像日本智慧队这样 你只能够有防御性武器 比如说日本就没有轰炸机嘛 没有发明中程导弹嘛 那也没有空中加油机等等嘛 那这一点我觉得乌克兰有可能同意啦 可是另外三条就完全没有办法讨论了 现在乌克兰连表态都没有 第一个就是克里米亚独立 那第二个是两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然后第三个是去纳粹化 因为去纳粹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请问乌克兰里面是不是有人是纳粹 这个由谁定义啊 因为你去看日本跟德国后来的战后 战犯谁来定义嘛 事实上就是战胜国定义嘛 就美国定义嘛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俄罗斯不说清楚 他很难同意啦 可是具体讲就是 那两个主权问题真的就卡住了 因为我们事实上早就讲过这个论点了啦 说你要割让领土 乌克兰的领导人怎么去提这种方案 所以变成是如果是六个诉求里面 那个主权定位很难有结论 然后中立化你又不准乌克兰找西方国家当安全保证 那坦白说这个谈判还是卡住了 所以接下来这个不乐观 我不敢这样讲啦 因为有写出15点就表示大家在努力啦 那所以嘛还是有退让的空间吗 我同意啊 比如说俄罗斯 坦白讲你是强国嘛 你不让乌克兰找一个人当安全保证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可是俄罗斯就认为说安全保证不就是军事联盟吗 那不就是北约的集体安全吗 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啦 那当然乌克兰最希望是美国保证嘛 这是一定的嘛 那俄罗斯愿意吗 就变成是这个问题啦 那所谓安全保证到底 如果那个西方国家作为安全保证 那他可不可以进入乌克兰 你懂我的意思 对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灰色需要讨论的地带啊 可是我觉得 真的拿出细节才是真正的谈判啊 所以 所以我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实质谈判了 进入实质谈判了 所以15点已经拿出来了 不然今天股票在涨什么 就是大家知道已经进入实质讨论了 那有一些有共识嘛 不然今天股票没有理由涨成这样 今天台股涨500点 对不对 可是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太兴奋这样 因为后面还是有一些变数 那可是对 你说乌克兰 你说克里米亚还有乌东那两个共和国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说 乌克兰最后顶多回到原点吧 那 原点也不叫做承认嘛 因为乌克兰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已经并入俄罗斯联邦了 没有国家承认 包括中国 中国大陆也没有承认克里米亚 他到现在 中国大陆还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 八年了 对已经八年了 第一次到现在了 所以国际的政治的实际状况 跟法律上这是两回事 就是外交承认的部分 克里米亚到现在没有国家承认是俄罗斯领土 所以你要叫乌克兰来签这个 而且要加两个共和国 这他怎么签得下去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方案嘛 那目前还没有讨论到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日本观测到 日本媒体报导说俄罗斯的这个航舰行经清津海峡 于是他要把这个远东部队调往乌克兰 好这什么意思呢 是说怎么样 达到现在俄罗斯已经露出疲态了吗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驻台湾日本媒体石板明夫 他提出了三个理由 他说从安全方面来解读 或从政治来看 还有对今后舆论的解读 他说这个普丁开始在考虑如何 体面收场的问题了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俄罗斯的败相已露 那其实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评论 都在分析说是不是普丁快输了 那包括呢 比如说高 太高估了俄罗斯 低估了乌克兰 已经错估了国际形势 所以真的吗 是这样子吗 亮哥怎么看 那个就看看就好 我没有看过这种评论 连美国情报总监都认为 只能撑两个礼拜 乌克兰 所以你就看看就好 他自己爽就好 事实上他经过清津海峡 是因为日本昨天宣布 那个禁止出口的俄罗斯的产品 有57项 包括晶片通讯设备 信号处理设备等等 57项 那俄罗斯就来示威 就是你真的要这样干吗 因为这个如果按照网圣纳协议 我们台湾一定配合的 那就是说你有没有额外的部分 那俄罗斯可能认为 那日本已经有额外的部分 那他就很生气嘛 所以 俄罗斯不需要把那个 那个北海的 把那个太平洋的舰队拉到黑海了 这笑死人了 克里米亚半岛就是黑海基地啊 他用那边的海军要打奥德赛 绰绰有余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军事分析了 所以基本上现在没有人在讨论 乌克兰会不会打赢这场战 而是说北约会不会参与 如果北约或美国参与 那当然俄罗斯打不赢嘛 这还用说吗 所以大家在分析都是分析说 参与不是参战喔 可是北约和 参与就是参战的啦 比如说美国 因为你说北约和美国也算参与啊 美国是送武器一直送啊 那为什么战斗机不敢送啊 波兰事实际上不止波兰啊 还有周边呢有三个前屋 俄罗斯的那个苏联国协的那个国家啦 比如说还有保加利亚 他们原意提供啊 总共有70架 那这70架人家都已经讲了 说可不可以用北约名义来送 或者我直接送到美国在德国的基地 那美国为什么要拒绝呢 美国就是认为如果是战斗机 就是太平显嘛 那他现在答应这个无人机 坦白讲我也打个问号啦 我要看你怎么送去乌克兰啊 因为现在你现在只是说 我愿意送100架嘛 那我愿意给他钱买军火嘛 那请问你怎么送进去 因为目前你只要送进去 俄罗斯基本上都看得到 而且他现在就是全部都 都一定炸 一定炸射 之前他事实上有点睁眼闭眼 所以你才会看到乌锡 有好几个点都被炸掉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一批军武 乌克兰有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 看得到拿不到 我不知道我就要看美国怎么送进去嘛 比如说无人机 你难道你要是在波兰遥控啊 那雷达怎么弄啊 雷达你用EP3也最多只能看600公里 你看不到基辅啊 基辅距离波兰有1000公里 所以你能够用卫星直接来指挥无人机吗 你有那么厉害吗 你都不需要地面的雷达装置 这个坦白讲我也打个问号啦 所以无人机你要送到波兰 基本上还是要有地面上的雷达装置啦 那你要怎么架呢 这些都是问题啦 我们现在看的是说有人愿意提供武器 可是你要距离看他要怎么操作啦 俄罗斯事实上确实战术受阻啊 他确实有一些战术露出一些弱点 这个连中国大陆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说俄罗斯没有表面那么强 没有错 比如说你那那个空地协同作战就做得不好 还有他的情报的联系 还有对于乌克兰军队移动的掌握 都做得不好 这是事实啊 还有他那个营战斗作为单位在做作战 那有到目前已经有四个将领被打死嘛 这也是事实啊 就表示你在这个调动军力的过程有出一些问题了 可是没有人评论说俄罗斯战略已经失败 我没有看过这种评论 因为连俄罗斯事实要三天之内打垮乌克兰 这个都是美国自己讲的 对 俄罗斯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什么闪电战失灵都是 从来都没有讲过这种话 从来没有 事实上美国打伊拉克就打了40天啊 你乌克兰这么大 而且有一定的军力 他怎么可能就三天打垮乌克兰 这点是天方夜谭啊 这个都是认知作战啊 可是如果你从作战的角度 现在打到第21天 22天 他的战略推进事实上还是在推进中啊 你看到乌冬的城市还是一个一个沦陷啊 是 这个就是事实状况如此嘛 那他确实是损伤比预期严重 这是事实 那是战术面有一些打法有问题了 可是战略就是他步步推进嘛 然后把乌冬吃掉 那基本上并没有落后很多啦 基本上我认为还是俯瞰他的战略目标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